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台湾最近因为金钟奖的关系 所以我要反映我们成本有多低 女孩子制装费都只有一片薄薄 现在台湾都有人看枪枪三人行 你现在在台湾突然之间 你知道枪枪三人行红那么久 你再比这个凤红卫是更红了 就是在台湾 大家就讨论起那个文涛 就是说那个就有一个记者 说他有一次跟文涛 文涛枪枪三人行拿到台北去录 然后呢他就觉得文涛应该就是个 内地就是大牌主持人 应该非常有嘴滑舌 实际上文涛在整个晚饭期间呢 都不讲话非常安静 然后不停地只讲一句 最后唯一只讲的一句话 就是问旁边那个 余会的台北朋友说 你真的没有书给我了吗 你还有没有谁的书可以给我 他就是一直讨书看 然后让那个记者就印象深刻 最后最近因为金钟奖 那个吴宗宪就是批评 因为评审吧 金钟奖的其中奖项呢 综艺节目奖项从缺 然后出来的原因是因为说 台湾的综艺节目就是品质很低 然后成本很低 然后呢主持人讲话非常的 就是没有深度等等 就批评了这个综艺界 那吴宗宪不高兴 就出来批评主 那个反批评评审 就是觉得批评没有给予 他们肯定努力 那这个记者的意思就是说 枪枪三人行的主持人本身 是个非常有内涵 跟非常自我上进的一个主持人 所以他认为 台湾的主持人不应该骂评审 应该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自己是不是像文涛一样 如此内敛以及有深度的主持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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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照片在我的Facebook上 不停被转发 对 对我知道以前 其实几年前有一次我去台湾 去一家晚上 一个记者朋友 带我去一家 很当地的本土的店 吃什么炉边销 销什么 反正吃 旁边两个讲台语的 居然又认得我 他就是你的粉丝 这个节目的观众 真的 就台湾 我以为说 我说你内地来的吗 他说不是 这台南的 已经那个覆盖在 到南台湾了 所以你可以 已经横跨左水溪了 所以你可以去主持婚礼 这就是征服台湾 靠我了 对啊 他说成本低竟然可以做出 这么好的节目 所以根本不是成本的问题 这样子 我有想问一下 又又 我这回叫他又婷 小又又 又又 那个 像你假如穿这样出门 在香港 那种感觉会有什么样的 自在是不舒服吗 不会啊 你是出门 你有穿这样坐地铁吗 对啊 我是坐火车来的 那你可以啊 就香港这么热的一个地方 穿的清凉一点 我觉得很好 一点也不显得不合适啊 不是 你这不合适 可以讲快一点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很好 而且你刚才讲的事啊 我觉得 我也想起来 这个所有的佳话呀 都是假话 为什么 那天呢 是怎么回事呢 我跟文道去台北 对对对 去台北 有一块饭局 这饭局有谁啊 侯小贤 还有这个朱天文 朱天心姐妹俩 还好像是唐诺 写这个文章的那个女的 可能也在其中 因为我呀 跟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我就比较认生 你知道吗 我就比较认生 我就没有什么话讲 然后呢 我们吃完饭呢 就是 呃 何小贤啊 他们这几个人跟文道啊 就有可能约的去泡夜店 什么谁 没有 他们说习近 他们好像出去 抽个烟海 反正是离开了一下 就是留你 要转场 对 我呢 就就告辞 就回去了 对 当时我就对 何小贤啊 我觉得这个何小贤 这个人啊 他这个心里 要不说是有点大哥范的 那就喜欢照顾人 哎呦 一直这送的我出来 就是跟我说 你怎么怎么走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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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所以我就说 他当年当流氓出身嘛 可是实际上 真正的流氓 古典的流氓啊 他不是说 作威作福的 他是照顾兄弟的 对 讲义气的 他是那样的啊 我就不说这个 然后我就说 这个文道 太能煞有介事了 文道说什么 都煞有介事 肯定是 我走了吧 人家可能会不会觉得 就说哎 咱们怎么吃完饭 转场 他怎么就走了 就哎 然后文道为了给我说好话 给我解释 对对 文道还帮你解释 对 你知道文道给人说了一通什么呢 文道说什么都这么煞有介事 说我们这个主持人呢 他特别爱看书 平常都不混夜店的 平常跟人吃完饭 哪里都不去 他就回酒店 对 他回酒店干什么 他就是为看书 刚才他为什么问你 有没有书给他看 就是他到台北 他回酒店 他在想 他要看什么书 对对对 所以我就记得 对对 朱天文朱天心 这台湾人就特别好 专门买了自己的书 签了名 对啊 让文道送到酒店 给我说 怕我晚上没有书看 我说那么好学呢 我以为我 对 结果这是假笑貌 结果哎 我就美名就传遍台湾 说这么爱看书 我还帮你背书 我说真的 文道是个不爱应酬的主持人 也没错 吃完饭就回酒店看书 这个就是大陆的主持人 文道厉害 文道体力很好的 我以前跟他出门演讲什么 我们演讲完三四个小时 都晚上十点多了 都累得要死 我当然就以 也是跟他一样 回去看书 其实回去做脚底安保 来做推达三温暖 那可是呢 文道在演讲的地方 方门口 还有一些老先生啊 前辈啊 抓着他去喝咖啡 继续谈家国大事 他就去 就去了 你要到三四点 四五点就回来 然后回来了 继续看书 所以他有他的体能 我们只能 二二选一嘛 要么做脚底按摩 要么去喝酒嘛 那我们当然是选脚底按摩 不用说 我是一边按摩 一边看书 有书就好 有书就好 香港现在流行 一边做脚底按摩 一边打麻脏 香港 因为有些地方 那是谁 钻在桌子底下 给他脚底按摩 很奇怪 我是看到新闻 因为在旺角 有麻地一些地方 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的脚底按摩店 然后也有一些麻脏馆 那最近就半年流行 电视新闻去拍 然后流行 就二合一 就是一个房间 然后进去 就做脚底按摩 而且按摩 有做脚底 他就坐旁边 就坐在旁边 然后你就一边打麻脏 四个人 这是二合一 听说慢慢还可能发展为三合一 就是你还有人喂你吃 你总要吃饭 打麻脏 他旁边喂吃饭 不是喂吃奶 喂你吃饭 香港到了 娱乐到了这个地步 真快乐 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不需要人照顾的人 整天找人照顾 甚至还有些人要喝人奶 都到这个程度 要请奶妈 对吧 但是呢 很多真的需要人照顾的人 没有人照顾 比如说老年人 对吧 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这种过去 我们以为 就是说是那种孤苦无一的 或者说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 贫苦的老人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但是最近有一位浙江大学的退休的教授 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 你先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老教授啊 得八十多了 你知道在这个家里的阳台上 就赤身裸体 被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躺了二十多天 浑身的粪便呢 然后你再看救出来以后 救出来以后 这是他在这个医院里 现在这个生命还是安全 但是呢 这里边有一个谜 就是他的老伴 一直把门这个反锁着 这二十多天里啊 这个这个老教授 你看他是个教授啊 是个知识分子 平常特别爱干净 但是你才知道 他是二婚了 你跟以前的老婆离了婚 那么所以他的女儿呢 也不跟他住在一起 他女儿在西安 他在杭州 但是呢他又结婚了 就是跟他现在的这个老伴 可是 闹不清这俩什么关系啊 就是这俩又结婚了吧 但是在近些年 两个人分房睡 甚至可能冰箱都是 这是他的冰箱 这是我的冰箱 好 然后女儿呢 就时不时来看看父亲 但是这回呢 是二十多天打电话 没找着 没找着 这女儿最后从西安 飞到杭州 找齐了警察 这个老太太就在里头坐板凳 警察说 大娘你开门 老太太说 我就是不开 说不开 我们就找锁将 要撬开这个锁了 她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这么搞我 对吧 老太太就是不开门 最后把锁撬开了 进去 才发现他这个老伴 这八十多岁老头 躺在阳台上已经二十多天 老太太可能最多 给他扔了点饼干啊什么的 就不管他 可能是摔倒了 听起来这个 不是一般所谓不照顾嘛 比方说我们说 你老了 我们不太照顾你 把你丢在一边 对不对 他起码还给食物 对 那个叫不照顾 这听起来就是报仇了嘛 那种供给行为 而且前面已经什么分房 所以两个冰箱分开 很明显是有很深的痛恨 然后我用这种来攻击 所以这个不是照不照顾的问题 是有什么理由 让他那么痛恨 用这种方法来报仇 那后来那个大梁怎么样 就惩罚他倒过来啊 要把他睡在阳台二十多天啊 他说那个老先生被 现在有点力气以后 也是不愿意告诉大家 发生什么事情 他只是不停的说 就自己摔倒了 起不来 然后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口出而言的 就是批评 就是他的夫人 他只是说 他有丢公司给我吃 他有给我东西吃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夫妻之间 真是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事 就是哎 我就特别好奇 当然我也没资格去打听 就是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所有的媒体啊 都追着问啊 都追着问 就说这对老夫妻 到底是什么情况 信息是混乱的 因为有的人又讲啊 说亲眼见到啊 这个老太太对她特别好 她这对老夫妻关系特别好 但是也有人说 说有一次 比如说这老太太 就给他说说一个什么食品呢 放在冰箱 老太太说 那是他的冰箱 那不是我的冰箱 两个人实际早已经分房了 但是是什么原因 这个老教授现在也不说 这个老太太也什么都不说 但是人家甚至有人说 你不说呀 如果到了这种情节 有没有涉嫌违法 比如说你们是夫妻 那这老头这二十多天 完全可能死了呀 那么你就至少是一个不作为 你不作为啊 他这是 这样的叫老先生觉得没问题啊 你前提是说老先生被伤害 他还没死 除非他身体受伤 他现在他连理由都不说 假如他不说理由的话 应该他会觉得说没事 我没有受伤害 他等于他老先生来保护 我们觉得攻击他的人 这样就司法就不容易介绍 就像我跟你打架 我被打伤了 我说没事没事 我们就玩 那就没有办法告你了 前一阵你看见那个谁没有 谢贤打那个叫什么 曾江啊 曾江跟胡锋嘛 对对对 曾江 他打曾江不小心打到胡锋 臭打了胡锋 对对对 他打曾江嘛 打了胡锋 眼睛丢了几个老先生嘛 那是为什么你扒一扒 没有那那个事情 他们一起拍一个电视剧嘛 其实据说一直几十年来 两个人都性格不合 然后呢 远英是说曾江呢 自己留学美国的 据谢贤说 据一般说 那懂英文 一般所谓的文化水平比较高 那平常回来 在当时娱乐圈啊 大家书读的不多嘛 都像成龙大哥 我书读的小 不要人欺负我 然后就忍杀很多怨恨 这时候觉得你瞧不起我什么 这一次谢贤也是有这样说嘛 你书得书读的都怎么样 了不起吗 瞧不起我们 然后呢 就也有说几十年来 亡不见亡嘛 余亮情节 当时啊 从五零年代 四零五零年代下来 两个是头牌小生了 两个原来是这个江湖地位 对对对对 好像你看这么多年来 几乎只合作过一部片 其他都没有 你都知道 好 亡不见亡 那然后我们也知道 谢贤先生的性格 你看谢霆锋 知道了吗 知道他老爸了吗 就比较火爆 是这样引爆的 引爆出来 可是我觉得 那个八卦 真将表现很好 他背后怎么样 没人知道 可是那个表现得非常有修养 没事 几十年朋友 没事 可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年纪 以上谢贤 这不应该有这种态度 脑不休嘛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是马家辉这种仓头 我觉得老人家固执起来是特别的固执 这两边人赌气 这跟我们年轻人的赌气 爱情里面的赌气 就是会不一样 他就是固执 你知道我爷爷以前跟我奶奶也是 两个人也都住在一块 但是爷爷也是就有自己的规矩 说我一天一条面包可能十片 那个餐厅买 不就是面包店买回来 奶奶就有天经过就偷吃了一片 也不是偷吃了 就吃了一片 爷爷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发觉 数来数去都是单数 每天吃两片为什么变成单数 很气耶 然后就硬要跟我奶奶说 你就买 买给我 不然我告诉你 你还我那一片 我想说 两个人就是为了这一片面包 然后呢 看到他吃完了 我就常常跟奶奶说 奶奶你经过面包店 你就帮爷爷买一个 你就补他一块吧 或者是你就补他一条吧 不肯死不肯 让他饿死算了 我才不要 一块面包为什么 你知道两人就为了一片面包 一赌气 那当然这个 他们没有像这个这么严重 但是我 但是这个 我看到这个时候就感觉 老人家的 有时候为了感情上 这个一个赌气 特别固执 因为他没有全世界的 老人的生命只有对方 他只有对方 而且那对方不是普通的一个人 是辛仇就恨 那个女的那个奶奶 我以前也有外婆 什么经常 我家里好多老人家 什么外婆 姑婆 什么婆 经常听他们老一辈吵架了 那女的 因为那个年代 一定会说起 我当年真后悔 嫁了给你 对 当年你假如不是骗我 或者说怎么怎么 那个回不去了 然后只有眼前 然后老了 那个男人也越来越没力气了 没有反抗能力 他们两个都没有全世界 蛮可怜的 真的 你说这个 我想起 我见过好几个家庭的这种情况 这个有些老年夫妻很奇怪 比如说那个媳妇来了 这个老公公啊 就会跟媳妇讲啊 就说他对我不好 就老伴就整天虐待我呀 骂我什么的 就是真像你说的 可能原来这个男的身体好的时候 这老太太可能忍了很多气 这个男的是不是当年花心呢 还是这男的怎么就老太太忍了很多气 有朝一日 你这老头动不了了 好家伙真的就是就就一个剩饭给你吃啊 而且我见了另外的一些的这种 老年的这种夫妻关系啊 他能够轴到一个什么程度 比如说啊 老头 就怀疑老太太都七十多岁了 怀疑老太太偷人 我觉得跟大脑的一些改变有没有关系 就是他天天整整要往死里整这个老太太 就是反正在我们内地 我见过很多这个老年夫妻啊 敌人一样 但是他们也不离 反正就是天天骂呀 逗啊 后来我们就想说老人家这样子或许也好 就是你知道动动力气 你花花力气也好 两人都不讲话 这也不好 当然我爷爷奶奶不会是不至于 就是每天这个怒目相斥 但是我觉得唯一可以化解这件事情的 很好的一个办法是子女 就是说 刚刚我看这个事件 这个这个女儿自己也说 他实在很少回去 所以必须要等到他被关二十几天以后 你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这些事情绝对都是累积的 他不会是今天关你二几天 他可能前天关你两天 但你不知道他就会放出来了 对吧 这都是被累积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子女应该是 真的是所谓的多回家看看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老人家就是要个关注 我今天就是在你身上找到关 我跟你吵架也是个关注 你若果若吵起来 是你在关注我 我跟你说 这个子女要去之前 也得对他进行心理辅导 因为我现在发现的很多时候是 你去了 老头老太太都能把你气疯了 因为这就是两代人 你不能住在一起的原因 我呀是到了你看我都年近半百了 我才开始 而且我因为我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 我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我经常劝别人 我甚至你看 就是背着老人啊 我都都怎么劝就一些年轻人啊 我说哎 你就当他是神经病 就是有些老人 有些怪皮 有些轴哈 我说但是你对一个病人 我说你就假假假假说你是个精神病院的一个医生 或者说你们家人进了精神病院了 你怎么对待他 你能跟他吵架吗 你能跟他置气吗 你是中年人了 你你应该是通达的 你是理智情感平衡的 你不能跟老 但是老人特别容易说了说了就把年轻人惹火了 你不觉得吗 是啊那个绝对不能住在一起了 能力许可一定分开 可是每一家有不同的环境 也有不同的方法 像我家以前是才住50平米啊 用内地的算法50平米住了8个人 都是老人家 可是有个方法嘛 就是打麻将 很好玩打麻将啊 因为都爱打牌 然后呢我的外婆外公呢 大家仇恨对方 可是你排要需要排打牌了 需要排搭子 那就没办法了 多仇恨对方好吧 来打 然后看着他们一边打了 一边好像开战一样 我这个要广东话给我拘谁了 我就叮你你来打 就是不给你虎 就是不给你 然后呢 假如比方说我外公打了一张牌 我外婆虎了 就高兴了不得了 还要故意说我谁都不吃都吃你这一只 是是是 你讲的很实的 但很好玩 我觉得打了一个晚上的麻将呢 当然很多荒谬的事情啊 可是你觉得他们气也烧了 第二天呢 心情比较好 大概有效度维持三天 到第四天又吵起来 我没错 打牌打牌 老人家就是小孩吗 你怎么会跟小孩计较这么多呢 咱们这也可以组织这个谢贤跟曾江 我估计脚底下就开始踹了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啊 你说我们要是老了 会不会也变成老倔头子 所以你不会觉得就是要好好对待 就是你知道 这种什么因会走什么果 老人家之间啊 这个你看二三十年到最后 你看互相折磨对方 所以二三十年要好好对待你旁边的女人 这是你要学的 不是 过去我们认为 就是说是这个人会越来越智慧 越来越聪明 看来不会的 你老到一个程度 我现在就觉得 那我老糊涂了 会是什么样啊 不会我们会让整天 我们会让你多说话 你这么说感觉你还年轻呢 是吗 不可以比起来 但是要占一点便宜吗 这就是又听到真的女人的逻辑 男人的逻辑也对 要好好对着身边的女人 是不是 可是按照经济学来看呢 我们要分散投资 要好好对待多一点女人 这个对我不好 那个不好 还有一个好 真的 总找到一个好 对 家伙外边围一圈老太太 等人了 总比我告诉你 围老太太还不错 我在台湾有个作家朋友 反正他那个太太比他年轻二十多岁 你常见的是 没什么大不了 重点是说 后来总有些纠纷 冲突矛盾 他说他太太已经跟他讲好了 你等着吧 等着 我也等着 等着你坐轮椅 等着你那天坐轮椅 走不动了 我就把你推到山上 台湾扬名山 在悬崖边风 对 在那边 到时候你稍微把我惹得不高兴 你就再见 反正我也老了 我坐牢也没关系 是这样的 可是当然他心情 他老婆心情好的时候 就不一样的说法 没关系 你以后坐轮椅 我请个二十岁的女护士 来照顾你 心情好的 就不太一样 但是你说 这会不会有这种冤家呀 老冤家 就是 我怎么觉得 是不是因为 他们上一代人啊 对婚姻的这个都忍 都忍耐了 所以 我真是 我觉得我见到特别多的 这个老年的夫妻啊 关系就跟水火 水火不容 怎么都搞不来 但是也要在一块过 冤家呀 所以这个相处 我不知道耶 我现在 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个实际经验 如果跟一个人真的相处二三十年 你要么就是更了解他 要么就是更恨他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有小三是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就是赶快离离 就是你得离婚 同时存在是我觉得不允许哦 但是我觉得你 越了解自己 或者越了解对方 然后你开始 总之就是为了你七十岁八十岁 选择一个 你觉得可以 适合在你旁边的人 从我自私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老夫少妻 对我挺好的 对吧 我老了 他还能够 可是你心里面 有一百万个不担心吧 对不对 因为当你 当你动不了 但是他很年轻哦 所以他在外面 就买个菜 你都担心他回不来 是吧 你在心理上也折磨 是吧 我也不能满足他呢 是啊 对啊 男生尊有他们的自尊 所以我觉得你知道 应该还是就老来办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理想 看你个人的期待嘛 也没什么好担心 因为夫妻相处 真的不一样的方式 像前一阵子 不是有一位 日本女明星吗 去世吗 叫什么那个 哦 对对对 什么穿脑什么的 大概施乐园里面演了一个 施乐园里的 对 那我看到报纸 我就很震惊了 我也是觉得很震惊 她说什么 她说她立下遗书 跟老公说 我死了 你千万不能再去 都都读啊 你其实因为 当然是希望 她老公有人照顾 有人爱你 对 她说不可以 对啊 那我蛮好奇 她为什么 虽然我太太又不是 早就跟我说 假如我有什么不信 你赶快再找 多好 但我当然也安慰我老婆 说你放心 你早就早 早就早 一般 一般是女的长寿 情况可能会 他就等着你说 你也是 他等着你这样说 我没有 我说你可不要